今天正好是9月2日 刚好视频做到了92期 就介绍一支与9月2日相关的笔吧 回溯历史 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法西斯宣布投降的日期 在1945年9月2日的密苏里号上 中美英俄日等代表签署了停战协议 结束了抗日战争 目前关于法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派克世纪麦喀瑟限定是派克在1995年 为了纪念战争胜利50周年发现了限定款钢笔 共计发行了1945支 每支在天官侧面有独立的编号及单独的编号证书 麦喀瑟是以大红豆为基底的特殊限定款 与普通大红豆的区别存在于外包装 天官 天官克制及笔杆克制 由于笔杆实在太普通了 所以就先介绍笔的本体再介绍包装 麦喀瑟的笔杆为大红豆的笔杆 其中笔毛环是采用了一粗一细的金环搭配 笔尖意为与普通大豆相同的剑标巴语尖 在笔杆上刻字为道格拉斯麦喀瑟的签名 天官部分为特殊硬化的18K天官 换纹为The Rapture Dark的50周年纪念 这个画纹是来源于二战胜利的荣誉纪念章 上面的数字以纪念1940年开始1945年终止的太平洋海战 麦喀瑟的最外层盒子为仿皮质的盒子 由于保存的原因上面起了一点褶皱 笔质上的盒子印有logo及The World War II Commemorative Pen的字样 仿皮质盒子的内侧书写有对于派克签字笔的介绍 木盒上镶嵌的是黄铜的Rapture Dark的logo 是源于Arnold Boswell Stable Pin的勋章 木盒的造型是基于派克为元首制作签字笔收索定制的礼盒 除了二战 派克的笔还用在中导条约 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缺陷战略武器条约 巴异条约等条约签字上 木盒内侧并且强调了最重要的观点 美国政坛有传统使用多支笔切除文件 再将签字的笔分发作为纪念 作为博管收藏或者作为一脉 有传言麦卡瑟贵用了五支笔签字 分别赠予了美国将领 英国司令 西联军校 纪念馆 及其妻子 麦卡瑟这里用的是20年的豆腐 此外也有使用派克51或者派克75的 今期年来更常使用的是库尔斯的笔 内侧木盒上面带有黄铜的金属名牌 以及刻字 The day gone silent a great tragedy has ended 木盒的内侧 刻字介绍了麦卡瑟在密苏里号签署 日本投降签字时 所使用的笔正好是20年来的派克豆腐 今年2020年了 马上到了豆腐这款笔百年纪念的日子 派克豆腐作为一款笔 已经成为了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木质笔盒中放在一层格布 豆腐的钢笔本体及一份字条 字条上强调盒子为美国樱桃木的材质 不过不鼓励采用这种不环抱的材料 整个木盒为整块木切续而成的 木纹细腻 分量扎实而且质感非常好 此外还有一份单独的授权证书 授权使用The Rapture Duck and the 50th Anniversary的logo 并且授权证书上 配有麦克阿瑟钢笔的限定号 最早至1899年 签署新美战争人的Geek Off 到埃森豪威尔的派克51 麦克阿瑟的老款豆腐 中美建交赠送给中国的75 多次签署限制核武条约的新款豆腐 派克一直以带来和平的信仰面向世人 除了麦克阿瑟外 其他派克豆腐相关的限定还有Peace Pen 或者是限制核武斗 都是很经典的钢笔 关于麦克阿瑟这个伟大的人物 其实很难评价 个人所受到的军理教育 其实连评价他的门槛都摸不着 实施造英雄 但是麦克阿瑟的政治能力是极强的 抗战胜利后 麦克阿瑟在日本做了几年土皇帝 对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 产生了正面的作用 今天也恰好是中元节 远战争的亡魂安息 远生命换来的和平长存 在国内网络上繁殖主义盛行的今天 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念 才能不在信息中迷失了方向 好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